2022年8月2日,當時已經確定沒辦法進入季後賽的天使隊,將隊上主力先發投手Noran Synerga 作為交易主菜,與費城仁隊換了兩名新秀加深農場深度。 這兩名新秀,一個是Jeduo Sanchez,是費城仁在2019年選秀第12輪選進的外野手。 至於,另外一名新秀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角,若是資深棒球迷可能會很熟悉,他就是Mickey Moniak。 他是2016年的選秀狀元。 Moniak有個帥氣的臉龐,穩重的性格,讓他能在比賽中調適自己的節奏與情緒,也是大股笑死群的其中一員。 而身回選秀狀元的他,卻在登上大聯盟後,遲遲無法在打擊端做出貢獻。 然而直到2023年,就在我們還在關注大股翔平的二刀流還能到達哪個境界時。 Mickey Moniak也用自己的球棒,來讓所有的球迷認識了他,讓天使迷擁戴了他。 而今天,我們就要介紹昔日的選秀狀元,Mickey Moniak的故事。 Mickey Moniak出生於1998年5月13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恩西尼塔斯長大。 從小,Moniak就展現極高的棒球天賦,入選過15U世界盃,並替球隊拿下冠軍。 而高中的他,就讀於卡爾斯巴德的拉克斯塔峽谷高中。 在高二時,Moniak就展現出色的打擊能力。 在他高二的那一年,打擊率有4x61,兩隻拳來打和21打點。 更在高三時,展現更誇張的power能力。 僅僅在29場比賽就交出打擊率4x76,奇轟46打點的成績。 在當年,更是要參加了2015年的全美經典賽。 更是幫美國拿下18U世界冠軍的重要成員之一。 當年他被評為聖地雅各地區年度最佳球員。 美國棒球最佳高中球員。 加得樂加州年度棒球運動員。 而在2016年的大聯盟選秀。 在沒有公認狀元能選的情況下, 握有首輪首順位選秀權的費城費城人, 以610萬美金的簽約金, 尋上了Mickey Moniak。 使他成為自2002年來13年來第一個高中生外野手選秀狀元。 成為選秀狀元的他也在受採訪時程說, 我當然不會說這沒壓力,但我還是很興奮。 也希望向費城人證明這選擇是對的。 然而這句話似乎也證明,日後這選秀狀元的名號, 帶給未來的Moniak極大的影響。 Mickey Moniak於2016年, 在費城人的新任聯盟首次亮相。 他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第一個職業賽季。 在176個打數中, 他的打擊三圍是2、3、4, 並帶有一轟28打點, 到了成功數10的成績。 在當年更被NLB官網評為百大新秀第19名。 2017年升到1A, 2018年更是升到了高階1A。 Moniak雖然沒有越級打怪的機會, 但還是每年會穩定的提升一個聯盟階級。 2019年更是收到大聯盟春訓的邀請, 但當年還是乖乖的在2A斷練。 2A一整季下來, 他的打擊三圍是2、3、4、11轟、67打點、15倒壘的成績。 那年更是被選入東部聯盟全明星賽。 而在2020年9月16日, Moniak首次進入了費城訓的40人名單中。 更在當天晚上對決大都會的比賽中, 在第9局擔任替補跑者。 而更在兩天後對上藍鳥隊時, 打成大聯盟的生涯手寒。 然而在2021年, 雖然在4月21日時打成大聯盟首轟, 但是Moniak的打擊成績卻不符合球隊寄予的厚望。 綜合21年和22年Moniak在費城訓的成績, 只有初賽39場一共。 僅僅只有累積了一支全野打及5分打點。 那在分別的這兩季, OPS加更是慘到球隊也看不下去了, 兩年分別只有-5跟-3。 對,這聽上去真的有點誇張。 畢竟樣本數相對較少, 但如果硬要跟聯盟平均100來比, 是個連考試0分都不到的成績。 不知道是對大聯盟的環境撞牆期較長, 還是費城能帶給Moniak的厚望, 讓Moniak始終打不出好的成績。 MeetingMoniak在影片前面提到的 Noran Synergaard交易案中來到天使。 來到天使後的Moniak的場打能力有了起色。 僅僅在天使出賽的19場中, 就擠出了3支全野打6打點。 讓當時極度缺乏人才的天使隊有了希望。 那其實回顧那場交易案說真的四場雙贏。 Noran Synergaard幫助費城能挺進的世界大賽。 而天使隊則在這場交易中, 用現有的極戰力去換取未來球隊的基石。 2023年的Moniak展現了驚人的天賦及長打能力。 還記得當時天使因為外野卡著位置, Moniak上場的次數受到限制。 但Moniak卻能抓住, 替補, 代打這些機會大展身手。 不僅讓總教練位置已亮, 也讓天使隊的球迷看到了樹工。 而更在6月底神尊Mike Chow受傷後, 正式成為了天使的主戰外野手。 截至2023年現在的打擊成績, 僅僅152的打數, 就攪出了打擊三圍336, 11轟32打點的表現。 OPS更是來到1.013。 如果換算剛剛的OPS加, 就是驚人的170。 雖然可能樣本數少, 加上境界數據的不漂亮, 但是低保送率, 及其他的選球數據。 現在Moniak帳面上的成績, 也被質疑有點水分。 但不可懷疑的是, Moniak已經是具有威脅性的大聯盟打者。 同時也是天使的主戰力。 這陣子甚至擔當大骨相平的後盾, 球隊第三棒的位置, 可以說是證明曾經的狀元, 總算可以卸下當年球迷球隊的寄望, 因為他已經用實力證明了自己。 我還記得當時明星球員Grace Harper, 也在轉隊後說過, 當時他身為狀元的身份, 以及隊上的主力, 那些球隊及球迷給予的寄望, 實在帶給他太多的影響與壓力。 然而在他轉隊後, 卻成功卸下了這些重單。 打球也終於重新拾回熱忱, 能更享受打球帶來的快感。 那說不定, MickeyMoniak也是有相同的經驗。 而在轉隊後, 卸下了當年母隊寄予的厚望, 才能在天使的組場盡情地享受打球的快感。 我是雲浪, 感謝這期的收聽, 如果有想要介紹其他球員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